好,VOA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在上个星期四,也就是8月22号 薄熙来岸在山东济南中院开庭审理 这场世纪审判已经历时5天 那么它的这个场景也越来越精彩 不过今天已经落下了帷幕 博安在中共历史上将扮演何种角色呢 很是令人玩味 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专家来为我们分析这些议题 第一位是北京思源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总裁 曹思源先生,曹先生在北京通过电话与我们连线 第二位是中国分析人士王建民先生 王先生也是通过电话从中国参加今天的节目讨论 第三位是美国博训评论员许建伟博士 许先生从美国的新泽西州通过skype参加今天的讨论 欢迎三位 好,欢迎你们 好,王建民先生 首先我们想请王建民先生来给我们点评一下 我们看到这几天来这个审判案中呢 薄熙来表现非常的强势 而这个审判的时间呢也从两天延长到了五天 不过有人说呢 虽然呢延长到了五天 但是这个审判的整个过程呢 还是在处于这个中共当局的控制之中 您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我想这五天的审判的话 这个薄熙来呢 我想他这个通过这五天的表演的话 我想他最重要的是要争取 他在这个中国历史中的一个地位吧 就是说他所说的一切的话 应该说都是要说给他的支持者听的 这个应该说他也达到了他的目的 好,接下来呢 我想问这个曹思源先生 曹先生也是在北京 你通过电话 好,您听见 那么就是说有一个传说 就是说这个薄熙来谷看来 我们看起来他们在庭上的是 在这个互相的这个指责 好像互相接短 那么说实际上的可能是他们两个人已经 穿通好了在他们薄熙来谷看来 他们被这个拘捕之前呢 两个人肯定对从前的这个审判呢 是有对陈希良 还有这个他们 这个陈良宇 他们这样的这个审判呢 是做过一些研究 他们俩肯定是进行过研究 将怎么样的要杀出一条这个生路 那么这个说法呢 有没有道理呢 这个说法我觉得是充分的想象 它不上道理吧 可有想象 我认为呢 这次薄熙来表演的 应该讲是很成功 从薄熙来的角度来看 为什么呢 是很成功的 因为他想说的话都说了嘛 这个并不见得是要跟薄股开来去串通 也没法寸通 许建伟先生 您觉得这个薄熙来采取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应战策略呢 我觉得就是薄熙来跟古开来啊 那个宫童杀出一件生路啊 我觉得可能正好相反 事实上呢 他们是在相互的对杀 因为中国当局以生命要求 习普呢 古开来跟当局呢 合作 实际出 助食 古开来 古希来 而古希来呢 你不得不用助食这个办法 让古希来来闭嘴 你说古开来似乎啊 不差一毫的从保险箱里面取出张卡 那么古开来呢 那个古希来就说 他有四千多万 你去查 你 而且呢 他自己自曝出轨 让他们去查小三的下路 如果小三人间蒸发 很可能小心 那个网上面说的小三已经人间蒸发了 那么很可能啊 古开来呢 有第二条人民 所以这一个呢 就是说 两个人是在相互的对杀 这是当局 这是中国的悲哀 中国制度的悲哀 中国当局呢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不顾能力道德 比文化大革命还文化大革命 以前是文化大革命是亲人斗亲人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亲人杀亲人 好那接下来呢 我想问一个问题 问这个北京的曹思源先生 就是如果是要比较 这次的这个薄熙来的审判 和前两次的这个两城 陈良宇和陈希同的这个案件 以及他的这个审判呢 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的这个不同之处 最大的不同呢 就是说这个原来的陈希同 陈良宇的审判案 都没有像这一次这样的公开 而这一次薄熙来的审判案子呢 是空前的公开 当然也还不是很充分 我们听不到他的即时的声音 但比前两个已经是充分的公开了 那有一个前提呢 当局啊就是这个 估计呢 这个薄熙来是跟前两个陈一样的呢 会认罪 但是没有想到了薄熙来 是自我辩护的很顽强 那曹先生您觉得 他这个辩护这么顽强 他为自己辩护这么顽强 为什么中国当局还会选择 在接下来的几天中 还是一直不断的选择微博呢 微博直播呢 没有办法了 这个已经开始的这种公开的方式 要因为这个薄熙来 有自我辩护 你中途就刹车 那不很丢人吗 丢不起这个人呢 所以还是按原来的办法去公开 所以就增加了充分的戏剧效果 好 那么谢谢曹先生 下面我想问这个王建民先生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次呢 这个薄熙来成为阶下囚 有一种说法 有分析讲 就是这个习和博呢 这两个人都是革命的后代 在拼死的相博 那么这个呢 这样的这个相博呢 究竟是政治的必然性呢 还是独裁统治的必然性呢 我想这个 就是审判的话 这个应该说是这个 有它的必然性 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这是审判的话 它暴露的最大的问题 不是薄熙来的一些什么 这个贪污啊 这个 这个或者受贿 或者说滥用职权的问题 也是暴露了整个中共体制的问题 因为薄熙来的问题不是个别的 它带有个普遍 它带有种普遍性 普遍意义 对吧 比如说这个薄熙来 这个滥用职权的问题 对吧 它这个 这个 整个受贿的问题 那么暴露的是 整个中共这个 党天下 家天下的这个问题 也证明了说 中共这个 这个改革的话 除了经济改革之外 还有政治体制上 加以改革 或者的话 还会出现 第二个薄熙来 第三个薄熙来 甚至出现 还更出现更大的问题 嗯 嗯 徐建伟先生 我们看到呢 有人说 说薄熙来呢 是越审人气越高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 确实已是 事实上 它的人气高 表明了就是 我们中国 这个民众啊 对这个法治 对民主要求 意识的提高 那么 它这个利用 在这个 这个几天当中 它是 以这个 共产党 它升至共产党的 那个那个卵乐 所以它以其论制 制造了 反其论制生 所以呢 它在这个法庭上 全盘反共 反共 和强势的反共 那么收造了一个 就是 这个 为以后呢 那个重新翻身了 打下基础 为以后 可能成为 体制内的主派领袖 或者和体制外的 反对党 那么这个 我觉得这个 所以这 也是它能去告的 一方面 好的 谢谢许先生 下面我还想继续追问一下 这个王建民先生 刚才您说到这个 薄熙来这样一个现象的 其实它并不是一个 独特的现象 它是一个 普遍的现象 那我想问问 就是有分析讲的 实际上 像薄熙来这样的 这个干部 可以说在中共里面 是无以计数 那么 就是说 是不是这个习近平的 他在利用 所谓现在打 这个老虎 苍蝇这个一起打 这样一个口号 还有这个付诸行动呢 是不是在清理 自己的这个异己呢 这个 我想也不能完全这样说 因为薄熙来问题的暴露 它有它的偶然性 也有它的必然性 这个偶然性的话 是因为这个 古开来说 这个事情 这个他散了 这个王 这个这个 这个王立金的 这个光之后 这个可能把 王立金逼走了 王立金已经感到 这个生命的危险了 因为他也太了解这个薄熙来 会怎么样做 这个单线必灭口 所以他走了 所以由于王立金的出走 才最后导致了薄熙来问题的暴露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没有王立金的出走的话 我相信今天的薄熙来 这个 这个 应该已经是中共 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了 已经还是 可能是第几号的人物了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 这个 这个 偶然性的话 这个 就是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 古开来跟王立金 这个事情闹翻了 然后王立金出走了 必然性的话 我想这个 是说明说 这个整个体制的问题的话 他说 不管是 即使是没有今天 王立金出现这个问题 出现王立金的问题 把薄熙来问题逼出来 我想总有一天的话 这个整个体制 这样往下走的话 还会出现更大的问题 所以我说 我不能同意说 这是因为这个 习近平利用这个 习近平在用这个事情 在排斥一级 在树立他的墙 也不能这样讲 这里面的成果有吗 可能有一点 这个 也要通过这个薄熙来案的审讯的话 再做给全党和中国人看 就是说我们 打老虎是真的 你看薄熙来那么大的一只老虎 我们正在打 那 好 王先生您刚刚提到 王先生您刚刚提到这个王立军 那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王立军 是当庭去做证人了 那他跟薄熙来两个人 在法庭上当庭对峙 那您觉得这两个人 在法庭上 有没有脱稿演出 还是说这两个人的表现 就是照本宣科呢 我想应该是脱稿演出 演出没有照本宣科 他们不可能照本宣科 你知道这个 大家都知道这个薄熙来 跟王立军本来是家谱的关系 这个这个主人跟普人的关系 正是因为这个最后的话 涉及到利益 因为最后涉及到这个 因为大家通过这个 这五天的庭审 基本上都已经很清楚了 为什么这个王立军要出走 要走出那一步 要跑到美国总领馆去 是因为他已经感觉到 因为他太了解这个薄熙来了 对于这个谷开来这个事 他已经讲了 有的可能本来是要要挟 这个这个这个薄熙来的 两个要挟两种目的 一个目的据说 是因为他已经被中纪委调查了 他希望薄熙还能够保他 这是一种说法 另一种说法呢 是因为 他想当重庆市委常委 通过这个事情呢 想更上一层楼 这个薄熙来也承认说 王立军这个给他讲 谷开来的这个案子呢 带有腰性的成分 对吧 所以他这两个人 这个本来是这种 主人跟普人的关系 到因为后来这一巴掌 或者说一拳头 把问题打出来了 一巴掌打出了一个叛徒 打出这个 把这个薄熙来案 给彻底给他暴露出来了 所以我想通过 我这个看了 全部的这个庭审记录 当然这个记录 是经过割离的了 基本上这个事实 应该可以看得到 所以说我说 王立军跟这个薄熙来的 这个对峙的话 这个当庭对峙的话 应该说是没有 这个没有没有炒稿的 应该是没有剧本的 应该是脱稿演出的 所以是出乎 这个中国政府的意料之外了 是我想说 我想这个也是 中共也应该 高层也应该 做好这个准备 应该会想到 会这个样子 所以公平的说 我想这次这个审判的话 刚才曹先生也说了 说是比当年的 这个陈良以后 这个陈希同的审判 应该说是更公开了 这说明了 说整个这个历史的潮流 不可阻挡 整个这个信息公开化 中共方面想封锁也封锁不了 所以怎么办呢 只能说顺应潮流 通过微波的方式 通过稍微个离的方式 把它公开出来 然后呢 我认为了 公平的说 这也是体现了一种进步吧 不管你这个进步大还是小 总是往前走了一步 我们这个民主社会里面 总是讲一个叫 程序正义的话 叫dual process 这个dual process 在这次这个薄熙来的停顺里面 应该说是多多少少 已经显现出来了 尽管这里面还有不少瑕疵 对吧 就用陈有希先生大律师的话来说的话 这个审判应该是真实的审判 只是说在这个侦查的时候 那个是蛮有毛病的 因为很多问题他不敢公开 也不敢去碰到这个 不敢去 touch 不敢说是去碰触那个问题 最根本的问题没有碰触到 好谢谢王先生 下面的一个问题我想问曹先生 就是刚才王先生也讲到 就是说在薄熙来这个审判中 其实有很多的这问题 是没有触及到 那么事实上呢 是中共还有很多东西 他是不敢来进行审判 那么曹先生您认为 还有哪些东西 他是不敢拿出来 公开的审判的呢 他们最不敢处击的问题呢 就是薄熙来作为这个重庆市的最高长官 他用这个破坏社会主义法治的方式打黑 打黑就是黑打 他实际上呢 经经过各个专家的调查呢 他打黑的目标就是指向私营企业家 指向私营企业 而打黑呢 使得重庆市的前三名最大的私营企业家 每个企业家都是几十亿资产的身价 这些人呢都被打倒了 判刑了 判了二十年的 判了无期徒刑的 判了死刑的 那个前四名到前六名的私营企业家 也被打倒了 也被判刑了 也是身价数亿元人民币的企业家 他们所做的事情呢 是先把人抓起来 然后呢就年薪拷打 然后呢就定罪 然后呢就没收财产 有的这个没收的财产 还没有经过法院 就由公安局就给他没收了 就给他处理了 据统计 在重新打黑当中 没收的私营企业家的合法财产 有一千多个亿 没收的财产通过 薄熙来 王立军的手去充公 交到国库里的不到十个亿 只有九点多个亿 一千多亿里面 只有九个多亿交给国库 那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 不知去向 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这百分之九十以上 也就是九百 这个九十个亿的人民币的资产 究竟跑哪去了 如果说一个人团一亿 也得有一千个人 才能团污得了这么多呀 可是这个事情呢 控方完全不敢出击 我认为控方在这个问题上 是完全实质的 中国人民有权利要了解 要求控方作出交代 另外呢 还有一个是没有出击的呢 就从地域界限来看 现在起诉的都是薄熙来在这个大连的事 在这个重庆之前的事 他在重庆的所作所为 所犯的事没有一件处击了 他倒台不是在重庆倒台的吗 他是不是在重庆就干得很好了 是不是在重庆就没有劣迹 没有罪行呢 那么控方应该有一个交代 你干脆说薄熙来在重庆没有罪 我们现在就是找他的大连的罪 不是这么回事嘛 因此呢 作为控方 我们一个公民有权利去问他 是不是必重就轻 甚至是有意识的必重就轻 因为这个检查机关呢 最高检察院已经有了 这个薄熙来的全部的案件 为什么这个现在的控方 就阉割的这么厉害呢 薄熙来案件 现在引起了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关注 导致了当局的极大的被动 也可以说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 严重降低 控方是有责任的 为什么要回避这些问题 为什么要避重就轻 必须交代 好 那我们最后呢 时间很短了 我们想请这个许建伟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您觉得这个博案呢 在中共历史上将起到什么样的角色呢 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这次就是薄熙来全盘反共 事实上他以反共的形式来反共共产党这种体制 事实上我觉得从这个以后可能这个历史学家这个角度 这个不管是薄熙来这次无意识的还是有意识的 事实上他在中国法治这个上做了非常光彩的一笔 因为他这个通过这个呢 把这个中共的这个黑暗面都把它揭示出来了 而且呢他也是给老百姓 给百姓上了一堂非常好的普发的课 好的谢谢许先生 那么美国之音 威势时时大家谈节目 观众朋友 博案呢暂时就谈到这里 不过请您不要离开 稍后呢 回来我们将继续请中国学者王建民先生和曹思源先生 以及美国的许建伟博士探讨薄熙来的幼子 正在美国求学的博瓜瓜奖 何去何从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